华夏艺文学院 墨艺齐去 2023年5月17日到6月18日 于桃园市新屋区中兴路91向11号 桃园市立图书馆 新屋封馆展出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六8点30分晚上9点 周日及周一8点30分至5点休馆 国定假日及5月25日清洁日 指导单位 桃园市政府 桃园市议会 协办单位 桃园市政府文化局 开幕时间 2023年5月24日 3下午1点30分 由华夏艺文学院林旺前院长召集各方知名书画家参与展出 精彩可期 林旺前院长表示 这些年来已展览会友 今年何其有缘 应桃园市政府邀请再度举办连展 窃想既是美式艺庄 也就顺从其意 因此这次展览主题 墨益齐取特别立邀在书画界 笔惑声明一些名家及各书学会理事长 画族参与展出 聚聚一堂成为本次连展 为最富有活力的展览 如联盛宴 陈家子 邱敏华 谢继云 陈美秀 研建中 沈荣淮 李过远等 这些何止三人行 必有我失焉 从事书法工作 除自身创作及研究外 与进一步发挥能量或回馈舒坦的途径 主要包括举办展览 以及广摇天下英才等 其中若以现实层面来看 展览要经常举办 才能够互相捶摩 叠创新意 赋予文艺创作习惯 唯有连展是最好的一项工作 回顾2019年一份热衷艺文社团的心情 开启创办了华夏艺文学院 以艺文教学永续经的理念 一点一滴竟也逐渐在艺文界占有一席之地 成为艺文生活里美化人生重要项目与资产 四年始终未曾间断 每年都有举行连展 不只是在台北市议会 也曾在中正纪念堂 多次连展 同时在展览教学中 也使生命事业获得进一步的扩充 从事艺文创作最终面临的难题 即是传承与创新的拉锯跟界分 则较具开创之功 可是综观古今 每个时代对所谓创新的意涵与要求又不一而足 特别是当今书坛 对书家开创性书封的期待由高 以往只要汇集融住多家传统书封也予易如 形成独特的书写面貌 即可算是个人风格的完成 现拥有个人书封面貌 以不足以满足时代浪潮的阴盼 而是必须具备更强烈的传统 或今世骇俗的前卫意趣 方能一离于当代书坛 这到底是喜事优时难以论定 只能留于后人来评断 正由于现代书坛对书封取向的不确定性 若以逆向思考 这样的环境刚好适合采取更自由的发挥方式 也保有更宽广的创作之路 实亦非坏事 墨逸齐取三 将这场艺术饗宴集结出版 要感恩众多艺术家同道 跨足参与连展 浮浮精湛的作品登于画册发行 再次感恩大家络绎不绝参与 使我感受到诸位蕴藏的热情 期待各界既往开来 后会有期 欢迎大家踊跃参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